政府预期未来10年的住宅土地供应依然呈现投兴美众格局 占七成的供应房屋由政府主导 期内前后5年的供应比率分别约为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 估计变化有限,私人住宅土地供应 因有新界土地转换的可能 对于短中期内增加私楼供应有重要影响 而这等供应需建基于政府政策的配合 经由更改地契及换地所产生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在过去数月大幅增加 令本财政年度的私宅供应出现超越供应目标的罕有情况 除为政府库房带来狠可观的土地收入外 这途径的供应更让政府以至港铁公司00066有较充裕的时间 调配出售政府土地及原线住宅项目发展权益 新发展区是未来住宅供应的重点区域 这说法早于2012年出现 港府于2013年就鼓动北及粉岭北两个新发展区 采用加强版的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 容许私人业主在规划作私人发展土地以原指换地方式提出发展申请 而区内的私宅数目约2.33万个 地政总处于2014年2月推出作业备考第2014分之1号 为申请要符合所定定的准则及条件 股动北、粉岭北新发展区项目分两个阶段推行 第一阶段发展的收地 清理 以及地盘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于2019年9月方能展开 以首阶段发展的公司仍住宅发展员成时间表作比较 私营教工仍有明显优势 此阶段只有两宗原指换地申请获批 预计2023年员工也将迎来区内首批入伙居民 但公营房屋却要到2026年才完成 如下阶段发展的基础设施工作预计于2024年才展开 这明显限制了发展速度 发展局局长于本年4月回答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提问时指出已接获多达13项原指换地申请 但申请仍待处方进一步处理 有关资料包括土地面积上代公布 这些申请人已等待发展很多年 自然希望其申请早日获得受理以致批准 并在缴付保地价后取得发展权益 究竟政府还在等待什么方进一步处理这些申请 答案在于基础设施工程仍在详细设计阶段 有关设计工作早于两年前 2019年12月已展开 筹备时间实不短 既然第一阶段发展得已落实 如下阶段的发展区是否没有空间可作提前处理 这问题对已有合适基础设施配套的项目 或预期较短时间已可建成所需设施的项目尤为突出 政府2012年时曾考虑全面收回土地托展新发展区 为担心会引来官商勾结指控 其后採纳加强版的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 有两个私人发展项目预计2023年完成 以及仍有众多申请在等候处理 反映政策有成效 让私人业主参与新发展区的土地发展 能更快释放土地价值并尽快增加供应 政府需以注意到基建设施油歧视道路制约土地发展 并会在处理修订契约申请时充分探讨可行建议 但因有关申请还在等待处方处理 而由个别发展商提交兴建基建的建议 未知何时方获得探讨 周年最年龄主参与 novo